跟着首富的脚步 很多中国的企业也都往欧洲投资 大陆的海航集团收购了法国蓝银航空将近一半的股权 产能过剩的太阳能企业也到欧洲投资发电站 单单去年大陆企业在英国的投资总额超过了80亿英镑 将近4000亿台币 去年中中国平安买下了英国地标性建筑劳埃德大虾 英国著名的黑色计程车也被中国吉利收购 中国主权基金还拥有了伦敦西斯罗机场10%的股权 欧债危机以后 欧洲资产便宜了很多 荷包满满的大陆企业当然有能力勾病 加上中央政策也鼓励企业走出去 所以会形成这种爆发式的投资 更重要的是它是取得先进技术的捷径 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日本之后 全球第三大投资国 中国大陆对外的投资并购 似乎开始走当年日本的老路 1989年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顶点的这一年 日本企业以天价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 完全取得洛克菲勒家族的股权 这项并购案成为日本当年海外投资的经典案例 但是当时却引起了纽约市民的反感 甚至是全美国人的反感 日本威胁论因此在美国蔓延 未来中国大陆对海外的投资 会不会也引起中国威胁论的发酵 相当值得观察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提到日本 日本这个星期新年开始之后 从下到上全部动了起来 这次日本结盟的新对象是欧亚要冲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和日向安倍 为两国的经济协定开始打底了 短短八个月 这两个元首已经三次会面 这并不寻常 去年五月 土耳其跟日本争取申办奥运之前 安倍先到土耳其访问 推销核能计数 十月份的时候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海底隧道通车 这是由日本负责建造的 安倍还特地就是为了参加这个开通仪式 而这次2014年开始 两国就再次携手合作 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是承诺 他希望借力使力 透过日本 包括日资 还有日本的建设技术能力 让土耳其能够一举挤进 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 短短八个月内 三度会面的日向安倍和土耳其总理 埃尔多安把好宣布 两国将正式启动EPA 经济伙伴协定谈判 去年安倍成功向土耳其推销核能技术 两国签下220亿美元 相当6600亿台币的核能发电厂案 日本同时输出铁路技术 不但为伊斯坦堡建设铁路网 而要共同设立科技大学 同样打着拼经济口号的爱尔多安誓言 要让土耳其成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 为主欧亚交界的土耳其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 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 驻土耳其逐起几世纪的繁荣 土耳其虽然信奉伊斯兰 但和其他国家相比追求世俗主义 伊斯兰严格的戒律在这里似乎稍微放松 土耳其不但不敬酒 一般民众的服装也很自由 风气较开放的土耳其 这十年来经济都维持在5%左右的高成长率 土地开发犹如雨后春笋 金融中心豪宅建案一个接一个 开往欧洲的物流车辆更是川流不息 土耳其的周边包括中东北非中亚加起来 可是相当15亿人口的巨大市场 现在土耳其不只要做欧亚桥梁 更要成为欧亚的枢纽 顺势带动国家经济成长 艾尔多安的经济政策背后 伊斯兰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这家原本只有三名员工 买卖中股车的公司 在国家资金援助及优惠税率下 已经发展成经营商场和房地产的大企业 不过现在艾尔多安可能面临执政以来最大挑战 经济发展开放外资下 不少土耳其本土企业竞争失败破产倒闭 民众不满的情绪高涨 小老百姓更痛批 政府只顾大企业根本是政商勾结 不止人民反感 土耳其反对派势力也起而对抗 去年底土耳其警方展开大规模反贪腐调查 多名政界和商界重量级人士都遭到逮捕或拘留 艾尔多安内阁被迫撤换近一半的官员 艾尔多安指控是海外势力的肮脏手段 指的正是流亡美国的伊斯兰运动领袖葛兰 艾尔多安政权一口气开除或降掉首都安卡拉 350名警官 全国超过1700名警力遭撤换 土耳其的贪腐丑闻显然已经动摇外资信心 有官员估计土耳其经济因此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 近来土耳其币已经贬到历史新低 再加上通货膨胀经济放缓 及邻近的叙利亚内战效应 恐怕都让2014年的土耳其充满变数 TVB新闻综合报道 全球最大的消费性电子展CES 今天在美国独称巴斯维加斯街幕 好我们首先来看的是有哪些新奇 全球首支3D6米腾空画一画呢 就可以印出想要的东西 现在呢在这个CES展里面 开价是美金99块钱台币3000元不到 接下来呢是华硕四合一的笔电 这次这个笔电呢 轻轻也按四秒钟之内呢 Windows和Android互相切换 还有平板跟笔电可以任意变身 而福特呢则在CES首创太阳能概念车推出 车顶加装了太阳能板 说是每年可以减少4公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另外还有Audi跟Google的跨界合作 结合了车载Android系统 在车上看影片 查3D地图 看电视 等于是把整个电脑搬到了车子里 巴黎铁塔伦敦大半钟 我们没有搞错 全球规模最大 最新消费电子科技都在这的CES展 今年创新奖 偏搬给了它 可以给我们介绍吗 当然 这是世界上的第一个3D印刷 能肯控印出或者说是画出模型 全球首支3D印刷 显然跟过去动辄十几万的商用期差很大 因为够简单够便宜 这两个素材加上这个3D印刷 只要美金99块连台币3000块都不到 那我们现在马上就来为您体验看看 又融化ABS树脂 最高温得270度 难道不怕烫吗 3D印刷 3D印刷做出来的眼镜 它可能跟一般3D印刷的效果非常不同 华硕首创记录再添一笔 四合一笔电 CES上首度亮相 今年的CES大展在笔电的趋势里头 已经不能够再只有单一系统而已 怎么说呢 以华硕的这台来讲的话 只要轻轻一按 短短4秒钟就立刻从Android系统 切换到了Windows系统 只要一个键 Windows还有Android系统 就能任意切换 或是直接触控萤幕也OK 双系统搭配双模式变形概念 平板笔电随你变身 后称四合一 CES大展呢 齐聚了来自全球各个知名的科技大厂 但其实科技与这个汽车也是能够结合的 移动装置盛行 汽车可说是移动先驱 奥迪与Google跨界合作 将Android导入车载装置 有了Wi-Fi在车上也能看影片 3D地图电视都OK Android电脑系统 似乎直接搬进车里 你愿意跳到Android世界 你去MORE 然后你感觉到Android世界 你能够开启动 然后你能够订阅更新的应用 或订阅一些电影 未来奥迪还将配备4G LTE晶片 智慧车概念是未来发展重点 而环保意识抬头 更是近来最夯话题之一 福特发表太阳能概念车 号称全球首款 车顶直接加装太阳能板 可让车主每年减少4公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合并效能可达每家轮100英里 新概念 新趋势 品牌概念车 成了未来CES的另一大亮点 好 在CES期间让我们每天都掌握 这世界上有谁设计出最好用的实用新科技 在广告之后继续锁定 要告诉您2014年一开始 在短短的跨年到现在 8天之内就百万人下载的APP是什么 是一个大家一起来玩的问答游戏 非常刺激 待会为你详细介绍 欢迎回来 2011年有一个手机APP游戏非常红 叫Draw Something 英文名称有人意为你换我猜 9天使用者突破100万人 现在有一个脱胎自Draw Something的APP游戏再爆红 8天突破了百万用户数 他叫做Chris Pop 那么也就是呢 有点像是游戏节目的形式 由APP出题 你跟陌生人可以互相抢大 一口同声的默契考验 就算是好朋友也不容易刚好对到频率 竞猜游戏好玩之处 就是在于能与真实人物直接竞赛互动 这是在去年11月底推出QuizUp问答游戏 由APP出题可选择与陌生人或指定的朋友 一对一PK回答问题 题目就像是 哪一个社群网站你可以找到hangouts 选项中有Twitter Facebook Google Plus 答案就是Google Plus 答对的话就算得分 这些网络的网络是网络的网络是网络的网络 那些人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做了 我们的目标